好,在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咱们来看看十八课,课文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文章了 先来看一下咱们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它说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among mariners that purposes will save drowning men by pushing them to the surface or protect them from sharks by surrounding them in defensive formation 这句话,句式结构特别重要 咱们先来看一看 语法成分,文法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作剧的主句 它说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这是第二句句型加武林主语 就是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然后among mariners可以看作壮语 在记者之间,在海源之间 在海源之间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咱们也发现海源们长期来都迷信 但是在这里它用的是derby加武林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一方面用derby加武林主义的适合书面也比较正式 另一方面海源不是本文中的重点 本文中重点是海豚 所以这句话重心是关于海豚的迷信 你要用海源做主义,把海源放在巨手 重心就偏移了 所以你看这个结构非常轻巧 一方面使巨子显得更文气一些 二来也是突出巨的重点了 我们重点说海豚的迷信 而不是海源 所以把海源藏到巨中了 这个结构咱们可以注意模仿 然后后面这个那重巨到巨目 那明显是做supercision的同位语 这同位语从巨 对吧?说明这个明显是什么 但是这个同位语从巨没有紧跟在supercision的后面 紧跟在它后面的话 那你把amond mariners放到巨末部同种矫情了 这还是改变了正常语句 它做supercision的同位语 但为了巨子平衡放到巨末里 然后同位语从巨里面说propices 海豚 will save drowning men 将会救那些 drawning就快淹死的 不要用drawn的 如果drawn加ed drawn 那就淹死了 就不用救了 快淹死的人 这个带下化线的协定字是方式壮语 怎么救呢? by pushing them to the surface 通过把他们推到水面上来 就不会淹死了 or或者怎么样 protect them 或者保护他们 这个protect化线的这个成分 跟这个will save这个save是并列的 都是在同位语从巨里用并略的位语动词 还是用在will后面 两个并列 或者保护他们 以对抗鲨鱼 protect 一般跟from搭配 protect 什么什么from 或者有时加against也行 也可以 然后这个by 跟前面的by 又是并列的 都是方式壮语 通过什么? 通过包围起来 用什么? 以防守的阵型 把人包围起来 以保护人对抗鲨鱼 这个in defensive mission 怎么讲过了 是以防守的阵型 这个里面对阵型对象不可处明色 这个句子特别漂亮 海员们长期来迷信什么? 他用的是在海员之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这个结构非常漂亮 而且你看不光一个句子 好多句子都有这个特色 你不如咱看一看 咱们16课曾经讲过的2007年当时考研英语的英语汉部分 知道老题了 你看这个结构跟18课的句子如出一辙 我先问大家why要怎么翻译 多次说过 why方的举手 我们是现在式 咱们一般都翻译着警管 尽管有关法律方面新闻报道的质量差别特别大 有的特别好 有的特别闹 但是你注意 在很多记者之间 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这个amonst 就像那18课里面的amonst amonst 比那amonst来得更正式一些 书面语 那么很多记者之间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依赖的是什么? 依赖的是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我们说的被动便主动 是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interpretation是解释 但是我们不能说很多记者之间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怎么翻译 跟刚才18课的句子一样 我们得用记者做主意 很多记者过分的依赖于律师给他们的解释 本文中海员们长期来迷信 海豚有救人这个动机 你看这个句子结构是不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 在这里面也是突出重点了 这重点是记者过分依赖这个行为reliance 而不是记者这个人本身 所以用dlb加无灵主语 一方面突出了重点reliance 而不是记者本身 另一方面使文章写得更文言 dlb加无灵主语书面也都比较大 这个结构我们生活中也会用 这两个句子可以在一块去学习 好 咱们往后看 但是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superstition是迷信 或者迷信的观念 这也是咱们一个重点词 咱们看看这个词生活中用得多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uperstition superstition 当然英国人把super 动中super super 那u在美人中变成u把ye去掉 那个a变成r 叫super 动成super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英诗翻译 superstition superstition 美诗翻译 superstition superstition 迷信 或迷信的观念 就是未被科学证实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还有相关的同根的形容词 顺便挤住 就是迷信的大声读起来就好了 superstitious superstitious 迷信的 你像我们看场景搭配 foster superstition 助长迷信 这个foster 把它叫领养 孩子领养回来 把它慢慢长大 对吧 把它养大 把迷信养大了不助长吗 助长迷信 breakdown 或者abolish superstition 叫破除迷信 把迷信打破 abolish 废除 废除 破除迷信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 类似咱们造个句子 咱们也用迷信来造句子 咱们说中国人藏起来迷信 看见喜鹊 会有好运气 这个我们在这也是突出关于中国人的迷信是重点 我们不想突出中国人 那怎么办呢 那学着本去中文 我们说在很多中国人之间有一个过分的迷信 然后在后面说那个迷信内容是什么 先说有一个长期以来的迷信 然后说在中国人之间存在 再说同位从聚 迷信内容是什么 对吧 咱们试试看 这个从表达都很简单 试试看 写错了没关系 就跟老师一块去来一遍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用完成式表示现在还有 对吧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在哪呢 among the chinese 在中国之间 这是什么呢 That seeing a magpie 起血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将给你带来好运气 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没错 在很多中国人之间有一个长期存在迷信 咱们翻译成中国人藏起来迷信 什么呢 看见喜怯 Magpie是喜怯 将给你带来好运气 但是这个句子 你觉得读到最后有点别扭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连用的单音节的小字 这个用词太通俗了 你看will 单音节 bring 单音节 you 单音节 good 单音节 luck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这有点偏口语化了 咱们把它变得更正式一些 用到正式词吧 就要不这个前面很正式 后面虎头说尾了 我们说将给你带来好的兆头 好的运气 我们把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换成it's a good omen 是一个好的兆头 这个omen叫兆头 但是这个里面比前面这个luck重视了 但是good依然不够重视 好兆头 这good太口语化 咱们换成大个儿来 我们说极力的兆头 这个个儿更大 够正式 你看就是在上面是西服 下面大皮鞋衬起来了 刚才有点上面西服 下面塌了板 看看完整句子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hinese that seeing a magpie is an auspicious omen 是一个极力的兆头 你看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那么极兆用它 那咱们看凶兆怎么说 当然听清楚不是凶兆 是凶兆 兆头那个兆 别把他搞错 凶兆怎么说 可以用a bad omen 一个糟糕的兆头 或者an ill omen 一个很差劲的兆头 要做定语 不是生病的 是很差劲很坏的 或者我们更正式点 an ominous omen Ominous 就像auspicious的法译词 不吉利的 不吉利的兆头 我们读一下 Ominous omen Ominous omen 来用它造句 中国人长期来迷信 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的 咱们还要突出这个迷信 怎么办呢 用迷信做主语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在中国人之间 然后再写迷信的内容是什么 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的兆头 就刚才一说就行了 再说一遍 看怎么说 背一遍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在哪呢 among the chinese 怎么样 that听见 hearing the crowing of a crow is an ominous omen 这个crow做名词是乌鸦 做动词可以表示乌鸦叫 有的时候也能表示攻击打鸟 crow和car crow都行 所以它都是一个词 听见乌鸦叫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 这个好句子 咱们好好把它消化消化 好句子 好 咱们回到句中 它说 海员之间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迷信的是什么 咱们看同位送去后面 purposes will save drowning men 就那些快淹死的人 我们说drowning是快淹死的 如果drowing 把ing或者ed 就已经死了 那就甭救了 或保护他们 用防守阵性保护他们 以对抗鲨鱼 surrounding them surround是包围 防守能包围起来 对抗鲨鱼 这是海员们的迷信 但是迷信对不对 坐在下面给出了专家的一个意见 他说 marine studio biologist have pointed out that however intelligent they may be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to create dolphins with any motive of life saving 作者说 海洋摄影故事的专家们说 这他们指出来 说无论这个海豚 它有多么的聪明 你要认为海豚有救人 这样的动机 这恐怕是错的 这说明海员们的迷信 恐怕确实是迷信了 是错的 还是先钻研语法成本 白颜色的依然是剧的主观 所以剧的主剧了 marine是海洋的 咱们圣诵中讲了 steo意思特别多 一般是艺术家工作的地方 画室 雕塑室 摄影室 摄影棚拍电影的地方 都能叫他 在这可以发现海洋摄影工作室 就给那些海生洞拍电影拍照片的这个人 海洋摄影工作室的生物学家 他指出 point on that 后面当然是避玉聪句了 避玉聪句 什么呢 然后避玉聪句里面这个写题字 however intelligent may be 无论他们可能有多么的聪明 这个写字字是牵套在避玉聪句内部的一个让步状行聪句 无论他们有多聪明 然后避玉聪句的主句在后面 避玉聪句里面是自己的主干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这很可能是错误的 前面这个it当然是一个形式主义 它只是一个白事 什么是错误 真正主义是后面的动词不定试 是认为海豚有救人这样的动机 这恐怕是错的 这整个句子的语法成本 这个句子里面比较麻烦 首先我们看看studio这个词 studio我们说了它可以表示艺术家工作的地方 画画的画室 雕塑品的雕塑室 还有什么摄影棚 什么摄影工作室都可以用它 甚至我们用它复数可以表示电影公司 电影制片厂 因为一个电影公司里面有很多摄影棚 你比如说 美国著名的Universal Studios 环球电影公司就用它 本文中是摄影工作室 他生物学家指出 还有point out that 有同学在课下问过我 老师 这个point out 那后面加的that从句 您以前说过 that从句 它一般特征是不用在戒词后 除非一些特殊情况 那么point out 这out是借词 那借词后面加的那从句了 这不是违反了语法规则了吗 这个没有违反语法规则 为什么 因为point out 这个out不是借词 它是复词 有同学不服了 你说复词就复词 那怎么判断呢 很简单 因为借词 它编语必须放在借词后面 借词无论如何 后面也得有编语 而复词呢 它这编语位置就灵活了 编语可以放到复词后面 你可以放到复词前面 编语要是太长 放到后面 编语短放到前面 point out that 这个编语从中太长了 放到out time 如果指出这个词指出它 可以说point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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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这个out是复词 否则你应该说point out it 我们大家look at something 这个at 是借词是复词 一定是借词 为什么呢 它编语短到只有it 也不能说look it at look it at 不可能这么说 look at it 还得这么说 所以out是复词 没有违反咱们的规则 因为that 一般不用在借词后 那么复语的意思呢 就指出 其实就提醒某人去注意了 这个意思在新概念三册多次出现 三册的三十六颗和四十颗两颗出现 三册三十六颗呢 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from poor score on the idea point it out that hi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弗朗斯对此想法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poor score on 叫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就把轻蔑倒到了什么动向 三册讲过这个 为什么呢 他指出了point out是非为动词的 指出你看后面还是这样的重剧 这个out是副词的 他不是借词的 就是什么呢 他的兄弟在战斗 在战争期间 在战斗中已经被打死了 被killed in action 咱们在十一课当时也讲过 好 这是三十六课